乡下女孩艾玛在贵族学院学习知识和礼仪,她清纯美丽,向往浪漫的爱情,毕业后就与赤脚医生结婚,成为了包法力夫人,丈夫年长于她,不够温柔,不够浪漫,却是合适的结婚对象。 婚后艾玛跟着丈夫来到小村庄,住进了小洋房里,过着有庸人伺候的生活,可丈夫忙于工作,她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,只能一个人在房子里瞎转悠。 丈夫每每和她说起自己的行医经历,她都显得漫不经心,每次她提起修缮花园,她都觉得太麻烦,渐渐的她也看清楚了,两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话题。 这天商人来拜访爱玛,她带来了许多新奇玩意儿,珍珠座的手环,轻薄柔软的丝绸,来自乡下的爱玛哪里看过这些好东西,她的眼中闪着光,可还不想乱花钱,商人一再推销,如果现在没有现钱,可以信用贷款,医生的信用非常好, 相信可以让她买不少好东西。 在丈夫的饭局上,爱玛认识了帅气的法务官,他们同样年轻,同样向往小说中的浪漫爱情。 法务官丝毫不介意爱玛已婚,她不断地靠近她,也疯狂地向她示爱,可她出于对丈夫的忠诚,还是拒绝了这份爱。 她失望地离开了,可她的每句情话在她的脑海中萦绕,让她夜不能寐。 对,枯燥的婚后生活,无趣的丈夫,让她变得暴躁和敏感,她希望能改变现状,让丈夫去大城市行医,见见世面。 可她却说自己是赤脚医生,根本上不了台面的,爱玛失望极了,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生活。 她似乎找不到希望了,直到一天,丈夫的好友侯爵出现了,她邀请他们夫妇去狩猎。 爱玛心想,这是自己跨越阶层的机会,她想像个贵妇一样出席,于是找商人,用信用贷款买了一套昂贵的狩猎服。 她盛装出席,流转于名贵之间,被人注视着,被人夸赞着,连侯爵的双眼都没有离开过她。 不可否认,爱玛爱上了这样的生活,她向商人买了许多奢侈品,将家里改造的焕然一新。 她频繁地出席上流社会的晚宴,每每遇见侯爵,她的内心都躁动不安。 在丈夫的颁奖仪式上,她与侯爵躲进小房间里,听着她诉说着对自己的爱意。 出于礼教和忠诚,她拒绝这份浓郁的爱,可还是忍不住思念她。 这天,爱玛记着还学家来到了侯爵家里,她诉说着对爱情的向往,抱怨着对生活的不满,最终她沦陷了,背叛了丈夫,与侯爵发生了关系。 爱玛小心翼翼地回到家里,丈夫在一旁埋头工作,她知道爱玛想自己变成一名真正的医生,并为之努力着。 只要她治好村里的跛脚男,就能成为真正的医生,而她却在回味着刚刚的激情。 可丈夫的手术失败了,爱玛更加厌恶她了,她本来想可以借着这次机会,一跃进入上流社会。 现在,一切都化作幻影,她责备着丈夫不忠勇,终日和侯爵私混在一起,并希望她能带自己走。 可不久,她留下了一封分手信,独自离开了村庄。 她想要的不过是露水情缘,现在她要自己负责任,她只能逃跑。 爱玛变得郁郁寡欢,丈夫以为她生病了,却不知她因何而病。 商人得知这个情况,她说自己有办法治好爱玛的病,随后拿出两张音乐会的门票,让她穿上好看的裙子和丈夫一起去看看。 她的心情愉悦了不少,也在这里,她重新见到了法务官,她邀请夫妻俩一起去看音乐会,丈夫却嫌太无聊,将爱玛单独留在了这儿。 这无疑是给两人制造机会,爱玛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丈夫说自己去鲁昂学会钢琴,实际上是偷偷的和法务官约会。 她疯狂地放纵自己,以此来宣泄对生活的不满。 在鲁王的开销,全都是她和商人借钱换来的,没过几个月,她就债台高筑,欠下了一万法郎。 她根本无力支付,爱玛向法务官求助,可她只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实习生,一听到她欠债了,她立马撇清两人的关系,两人分手了。 爱玛心灰意冷,这时法院寄来一张船票,嫌她尽快还清债务,否则就要拿她的房子抵押。 丈夫已经打算拿资产抵押爱玛的债务,与此同时侯爵回来了,爱玛走投无路只能找她借钱,可她只会讲不切实际的情话。 一听到借钱的时候就一改温柔的态度,爱玛看着曾经与自己交好的男人,听到自己需要帮助时纷纷都避开自己,她就知道男人无情寡异。 她回到家里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和衣服,曾经昂贵的仪式现在只值一个银币,爱玛甚至想色由伤人,可却遭到对方的嫌弃。 她无法面对眼前的困境,于是拿走了家里的毒药,走进森林里,一饮而尽。 爱玛的一生都在追求爱情,她憧憬小说中的浪漫,却嫁给了一个木讷的医生。 她和丈夫没有共同话题,渐渐地,婚姻中的枯燥和空虚侵蚀了她。 她如同溺水的人一样,迫切想要抓住一个救生圈,于是她选择购物,用华丽的服饰点缀自己,填补内心的空虚。 这一下子打开她的欲望大门,自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 两段浪漫的婚外情,加上高昂的债务,将爱玛推到了悬崖。 她对爱情和浪漫的向往,一下子被生活打回原形,绝望至极的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爱玛悲剧的一生正告诉我们,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,更不应该期许别人给我们幻想中的生活,自己想要的应该自己争取。 憧憬的生活需要慢慢构建,没有任何捷径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结束了,这里是大乔讲电影,下期见。